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8月28号星期日 美联储主席在 其实我现在是27号晚上刚刚过了12点 在差不多昨天的26号的时候 在美联储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 是在杰克勋霍尔镇上搞的 年度的经济研讨会上 就美联储后边叫加息做了一个讲话 那他做了讲话之前 大家就都在纷纷的就在预测 就是说鲍尔将要说什么 这个非常的重要 因为毕竟是美联储主席 而且不光是美国的人在关注 全世界人都在关注 都在猜各种的猜 他到底甚至好像有人在都赌 他打算要加息多少 竟然还有赌盘 什么都有人赌 反正就是玩这个东西 都打赌 有人在玩这个 那关于他的讲话 他就算是讲完了 讲的话其实并不是很多 据说好像就是七八分钟就讲完了 讲完了之后 美国昨天道指跌了1000点 说是美国的这帮富豪加一起 好像损失了什么5000多亿美元的市值 因为他整日股票都跌 大家的市值都缩水了 就哪给你算伊朗马斯克身价缩水了多少 然后别人盖茨巴菲特都损失了多少钱等等等等 都在说 那你要这么说 从市场上来讲 市场普遍认为他讲的应该算是比较鹰派的这种言论 但是我个人来讲我不这么认为 所以我知道很多人都特别关心 所以我也反正说说说说我的观点 但仅代表我自己个人 我反而认为鲍尔昨天的这个讲话 我认为其实比较偏向于就是说有一点点就是说鸽 鸽派鸽的不是很厉害 但是有一点点就感觉的比较软 不是很硬 当然他尽量的想把这个话说硬 但是这个话说的我觉得不能叫硬 不能叫鹰派 只能够说是一个称职的这么一个就是说事务官或者称职的这么一种就是说 你说说工具人不太好听 但是实际上是一个工具人的这么一个角色 然后非常称职的这么一个公务员 他这么说 他说尽管7月份公布的通胀数据令人欣慰 但是一个月的改善远远的低于我们所需的水平 他说上世纪70年代的高通胀的历史表明 美联储必须保持专注 要一直跟高通胀就干下去 一定你干他给他干趴 这个没有问题 实际上刚刚掉了一个月的 而且掉的也不是很厉害 只不过跟预期长了那么多的差一点点 我们也说 现在说通胀被压下去 根本就是 不是说为时过早的问题 而是吃人说梦的问题 现在目前这样的通胀肯定摁不下去 所以我觉得鲍威尔能够清醒的看到这一点 我觉得就是说作为一个美联储主席 他只能说是称职的 不能说是一个优秀的美联储主席 只能说就是说 计格 但是如果真的是个好的美联储主席的话 我们现在就不用再探讨这么高的通胀膨胀了 对不对 早就该敏锐的意识到有问题 但是到现在他能意识到 就是说 现在做的远远的还不够 这个来讲 我只能说给他一个60分计格了 就觉得 如果现在他非常的乐观 觉得通胀膨胀被一直住了的话 我觉得他该死 他还去死 可以去死了 你知道吗 他就不计格了 滚吧 你知道吗 怎么能要一个那样的主席 对不对 现在就是说 勉强还是个计格的主席 说明他头脑还清楚 不疯 也不傻 他说历史记录告诫人们 不要过早的降息 他说我们必须坚持下去 直到达成目标 所以现在很多人说 应该降息的还早呢 鲍威说说 通胀可能会变得根深蒂固 导致消费者和企业的改变行为方式 从而使价格持续走高 例如工人开始要求更高的工资 来应对更高的通货膨胀 雇主就必须以更高的价格 把更高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这样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了 就是说越来越高 大家一起推着这个物价 在上涨 他说所以现在我们不得不 就是说持续的升息 而且后面要坚定下去 要坚持下去 不达目标 事不罢休 就即使 说最后很有可能 会给美国人带来的很多的痛苦 老百姓可能会很痛苦 而且最终美国会表现的 就是说经济衰退 甚至出现的比较高的失业率 都有可能性 但是即使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也在所不期 也一定就是说要专注 他说如果不能够恢复价格的稳定的话 那会意味着要有更大的痛苦 所以我们用一个小的痛苦 避免了一个更大的痛苦 这个话说的算是比较强硬 所以道指直接跌了1000点 然后说说为什么我认为 不好意思 我把他声音性分掉 然后来说说为什么我觉得 其实不够硬 为什么呢 之前我其实我录过一期节目 我当时说 我说美国现在处在一个就是 你能借到钱 你就是挣到钱的 这么一个历史阶段 所以我就说 以美国目前来讲 通货膨胀后边就快抑制不住了 因为美联储你看着好像很牛 然后他有什么办法 他现在也没什么办法 他就这一杆枪就是生锡 生锡 但是他有一个问题在哪呢 就是说这把枪里有多少颗子弹 当时我分析过 我说就是说近代的美国来讲 能够把这利率加到6% 就差不多了 就挺牛的了 如果以前可能曾经最高的 什么加到什么10% 20% 但是那是不可能的 那都是远古时期 就以目前来讲的 这个根本就不现实 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能借到多少 对吧 那么我看看现在的 我刚刚我刚刚瞅了一点 我看看 Hey Siri 美国现行的基准利率是多少 我记得好像是 好像是1.75到2吧 应该是 是不是 那么也就是说 假如说他要加到6的话 我们来看看 假如说他现在要 现在是 现在应该是 对 现在是1.5到1.75 1.5到1.75 这还是就是说7月27号刚加完之后 现在是1.5到1.75 那也就是说如果要到6的话 我看看 Hey Siri Hey Siri 6减去1.75除以0.5 错了 送来 6减去1.75等于多少 4.25 好 4.25再除以0.75等于多少 差不多5点多不到6 那这样子的话 我当时就预计他要加到6的话 我估计到年底之前应该再加呢 就是说3 4到5 4 加3到5 或者4到5 当时我就说的 我说有可能就是说每个月都加 1.75 每个月都加1.75 到年底的时候 差不多 加到6左右 但是我认为基本上就以现代的这种 现代经济来讲 美国基本上到6就打住了 我不认为美联储到了百分之后 还要往上升 因为我也说了就是说再往上升的话 因为美联储也受不了 因为你这利息的话 因为你再往上 如果你就等举例 到10% 巴菲特就在美国后称股神 巴菲特纵观他这么多年下来 平均到每一年 他的收益率差不多11% 你懂吗 那就已经是股神了 如果你每一年的收益都到11% 就是股神了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利率到了10%的话 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我基本上也就不需要当股神了 我就把钱存银行里就行了 就我今年存100块钱 明年你给我100亿 你懂吗 那我要拿100万存进去呢 一年就得给我10万 那基本上我也不上班了 我还上班干什么呢 对不对 我就存进去 大家都吃利息就完了 那没人干活了 你懂吗 所以你的利息不可能那么高 他绝对不会到10%的 而且到10%之后 他还有国债的问题 他每年初也受不了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利率能到6 我觉得就到头了 就正在来讲 你想他手里有多少枪 你说多少子弹 他就这赶枪 对不对 一次就算打0.75 打个五六发 基本上他就卸菜了 他就不可能再往上涨了 对不对 那假如说美联储则把利率加到了 基本利率加到6% 然后摁不下来怎么办 痛不上肌肉上涨怎么办 对吧 那就整个就崩溃了 那美联储就完全就抖上手了 你懂吗 所以我当时认为 他到年底之前应该加到6%左右 应该连续加 但是现在看起来不太可能了 8月份反正就没加 可能9月底的时候再加0.75 那如果按照这个速度走的话 包括这次很多的市场的预期 认为鲍威尔讲话的话 认为可能9月底加0.75 没有问题 这大家都认可 那应该认为美联储的目标 是在今年年底的时候 将基准利率的基本上提高到3.75到4 就这么个意思 鲍威尔的意思也是说 也不能够高到最后真的托垮经济的地步 所以到4就到头 到4到头 现在是1.5到1.75 1.5到9月份再加0.75 到4的话 那差不多 也就是说再加三次左右 对不对 三次左右 差不多 三次最多就再加4次 那这样子就说什么 就是说连我们之前预期的那种 加到6%都没有了 到4%他就要结束 我认为我原先不认为美联储 疯狂到能加到6% 但现在看来不是了 那鲍威尔这次讲话的意思就很明确了 到4之后 他就不会再动手了 那你说这到底是阴还是割 那就是看你 你之前预期是什么 如果你之前的预期是鲍威尔昨天讲话说 我们要开始降息 那你就觉得昨天太阴了 那因为我的观点不一样 我原先认为到年底能加到6% 那最后他就要到4到头 那我认为这实际上就割了 那当然有人说 那你这么说的话 那你要看市场 因为你说的不算 你要看华尔街怎么反应 你要看股市怎么反应 那股市大跌 跌了1000点 对不对 那说明股市都认为这个是鹰派的 这不是鸽派的 对不对 你要看市场 市场来决定 我个人来讲不这么认为 为什么呢 就是说华尔街这帮人太坏了 你不能够 我跟你说 就是说我们一直观察下 你会发现华尔街帮人太会搞了 我觉得昨天股票大跌 华尔街早就准备好了 昨天鲍威尔 只要不说降息 只要他还是要升息的 甭管他要加点75还是加5 还要加多少 只要他还是升息的 昨天股票就跌 华尔街已经做好准备了 前一段时间有点涨的差不多了 华尔街要趁这个机会 重新 你看这个股票一直涨一直涨 华尔街是不挣钱的 你知道吗 这股票一定是 这么起起落落 起起落落的时候 他在挣钱 你懂吗 所以昨天我觉得有点诚心 当然昨天鲍威尔也是说 稍微口气大了点 稍微硬了一点点 然后顺势就下来了 你知道吗 但是怎么说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这是华尔街在哭在闹 一哭二闹三唱调 做给美联储看 就仅此而已 这是一种 这演了一场戏 而华尔街也演了一场戏而已 我觉得不值一提 根本就不算什么 这不能够算正常的市场反应 你知道吗 以目前来讲 说实话 以这么多的不好的消息来讲 华尔街之前的股票逆势上扬 我觉得 那才说不过去 对吧 那才见鬼了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一次也应该给他们浇了冷水了 所以我想 而且 我觉得以华尔街这人这么聪明来讲 鲍威尔今天说这话的意思 我觉得扫在他们的预料之中 鲍威尔昨天的这种讲话 完完全全 没有任何的一句话 或任何的一个东西 是能够超出华尔街原先的预期的 就是说他们没想到 他居然在上 这样说 他居然都这么做 不可能的 这个完完全全在预期之内 这种说法 这种做法 完完全全在预期之内 对华尔街来讲 没有任何的surprise 没有任何的 我震惊了 没有的 你相信我 他就比你聪明多了 就这种东西 我看完之后我都不震惊 对不对 他们能震惊吗 那不可能的 知道吧 所以那就是就是 往下砸了一千点 然后再一挂闹三上掉 再做给你看 做给你个难看 你知道吗 然后向你施压 实际上就仅此而已 你知道吗 当然仅代表我自己的个人观点 而且我看就这样做的话 不太有帮助 有一件事 我经常说就是说 我现在对美联储去压通货膨胀 一直就是不以为人 因为我觉得他说也没有多少武器了 就基本上差不多了 我说就是说 你要实打实的做一些手段 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 你懂吗 有一小伙伴就问我 那你说根源是什么 我当时没有回答我 因为其实我视频已经说过了 但是他自己不听 一来问了 我就不想说话 你去翻那个视频去 我视频那时候我就说了 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那么现在有没有 拜登有没有 有一个表扬 有一点要表扬 就是拜登的确是现在想办法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你知道是什么 美国准备跟一党签这个议和协议了 这个的的确确是釜底抽薪 这是能够根本解决问题的 知道吗 这样做 对吗 但是不对的 是肯定是错误的 知道吧 他不应该 他应该从美国自己本身 想办法去解决问题 美国本来就是一个石油 他是可以做成一个石油出出国 一个天然气出出国的 本来就是一个能源大国 对不对 他自己不搞去找一党搞 这是非常有问题 你知道吧 但是多少会有帮助 像伊朗现在可能是承诺是 跟美国只要签约了之后 可能是四个月或五个月之内 像市场上释放五千万桶原油 这个肯定会帮助的 这个是真正的福利抽薰的 但是搞伊朗有几个问题 我跟你说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 伊朗现在是为了要签这份协议 他给你做承诺 没问题 我将来你知道这前一期 咱们签了 你让我拥有核武器 你让我拥有核电厂 是不是 但是伊朗不这么想 拜登是觉得我让你拥有核电厂 伊朗不是这么想的 但伊朗这么想的不重要 这个没关系 伊朗说 反正你让我拥有核能力 对不对 我就保证你现在 你拜登你要什么 你不想要石油吗 对不对 我都给你石油 我给你原油 我先承诺你 你到签了之后 而且不光是给核能力的问题 还有就是说钱 还有把什么当年川普冻结的一些伊朗的资金给伊朗 还有不少钱了 好像说有没有100亿美元 反正还有川普那时候制裁伊朗的很多东西 可能也取消掉 知道吗 对伊朗这算很好了 对不对 而且说实话 你要石油 伊朗出口石油比你还着急了 现在这么好的价钱 我还扔石油 对于养量讲 我天这简直天上掉了馅饼来了 对不对 所以他肯定会承诺你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他能不能做到呢 很有一个问题 不是实力的问题 他从实力上让他完完全能做到 没问题 完完全都能扔出来 他早就有这个石油储备 但是我为什么说他能不能做到 你知道吗 他有没有这个意愿 他有没有这个意愿呢 不好说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他如果短时间之内往市场上扔5000万桶 这个原油的话 对俄罗斯的伤害很大 你明白吗 他对俄罗斯伤害太大了 因为俄罗斯现在他在打仗 他主要就靠着卖这个石油 来维持他的这个费用和和他的经济 如果他大量的 如果伊朗大量往外扔石油的话 导致什么 就是说石油价格下降了 俄罗斯首先利润就降低 其次呢 就是说市场上油多了之后呢 就可以考虑有些人可以不买俄罗斯的原油 那俄罗斯他从销量上 从价格上都会受到影响 对不对 那肯定会伤害到俄罗斯的利益 伊朗如果短时间内往外扔的话 但是伊朗愿不愿意伤害俄罗斯的利益呢 就不好说 不好说的 就是说伊朗很明白一点 俄罗斯是长期以来一直坚定的支持我伊朗的 他不怎么太大 他对俄罗斯对伊朗的态度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过去是可以预期的 未来怎么着 也是可以预期的 但是你美国的态度可以预期吗 不好说的 过两年川普 你川大爷上来了 就我们现在谈的都白谈 川大爷上来了 撞在鞋上一口浓谈 撕了吧 别让我费劲了 你自己撕了吧 就完了 基本上就没了 老川上来之后二话不说 这就是现在拜登跟你谈的鞋 一抹脸全部撕掉 扔到碎纸机里碎的粉碎碎的 你知道吗 然后该制裁制裁 该打鸡打鸡 然后你下面还有谁 苏德曼尼后面还有谁 再来一个 我再打一个 你就彻底服了吧 对不对 有没有可能 不好说 两年之后到底老川能不能上来 现在谁敢说老川一定不会上来 而且现在看起来老川上来的可能性 比拜登连任的可能性还要大 对不对 一党也不傻 就是说我现在帮了你拜登 两年之后你美国 我现在帮你的 你拜登认为是帮你 但是我实际上是帮你美国 我现在等于帮了你美国伤害俄罗斯 两年之后老川上来之后 冰冷暖暖一顿揍我 我到时候谁哭去 我先把俄罗斯得罪了 过两年 你们家川普大胖拳一顿臭揍 但那时候俄罗斯也 那我不管了 对不对 对 但是最对于伊朗来讲 俄罗斯是一个长期的朋友 而且是一个可依靠的 可以相信的 在长期的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可以依靠 和相信的朋友 你美国是吗 你不是的 但是现在反正你先给我把和谐一签了 你先把钱给我 然后你先冻结的资产给我解冻了 然后你制裁了先给我取消掉 然后我现在承诺你 但是等过个一两个月 当然可能头一两个月给你意思意思 还很漂亮 过一两个月之后 他开始各种借口 开始就是说放慢速度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有这个可能性 俄罗斯会跟他去谈的 对不对 他也会跟俄罗斯去谈的 最后我们怎么 就是说我们控制一下 甚至可能跟沙特什么 大家一起谈一下 就我们怎么控制一下 这个缘由 我们也是呢 就是说 大家你放多少 我放多少 然后我们控制到价格到多少 有可能 最后很有可能 就是说一和协议签完了之后 表面看起来好像是谈妥了 后面隔不了两个月或三个月 一扭脸 就把你拜登的屁股卖掉 你以为怎么样 那一党出卖你 那还不跟玩一样 一党不敢出卖你 那见了鬼了 对不对 此其一 就是说你的目的最后未必能达到 最后伊朗的目的可能达到了 你的目的未必达到 你就是个二傻子 你又被他玩了 你知道吗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伊朗有了核武器之后 不是 伊朗有了核电站之后 对不对 以色列能干吗 对不对 那以色列怎么办 对 以色列今天炸他一个核电站 明天炸他一个什么核能专家 宰了他一个核能专家 你听听搞 搞不好那天 就参加的话打起来 对不对 打起来之后 更完蛋 如果以色列跟伊朗在这又打起来 中东又打仗 一打仗之后怎么办 你知道首先是什么吗 中东只要一开战 第一件事是什么 断食油 对 石油又变少了 价格也上涨 对不对 捅马蜂窝去 对不对 自己能解的问题 配上去找别人 而且你找的话 你找一个可靠的 能靠得住的人也行 你找个伊朗 那是可靠的吗 那是个省油的灯吗 对不对 那就是个活药筒 对不对 你能去点活药筒去 对不对 所以我真的 你说这个事做的对不对 就是说从他来讲 他说我现在 你一说了 你看我天天即日收听收看死东机 我这么多幕僚去看你 然后你跟我说 让我福利收听 想办法解问题 我现在正在简单解问题了 然后你就说我疼火药筒 我让你自己从自己那儿挖 我没让你去求别人 这种事你不能可以靠自己的 为什么要去求别人呢 对不对 而且你求 你不能求一个 就是说少爷可靠点的 对不对 而且你真想真想解决问题 干脆就跟乌克兰 跟俄罗斯一起谈判 和谈得了 你拜登出面找普京和谈 普京不就跟你和谈了吗 你再带着这个 你乐意带泽严斯基带泽严斯基 不带到泽严斯基 你就直接跟普京谈 就你们俩谈就可以了 你俩谈完之后 泽严斯基乐也听听 不乐也听死去 就完了吧 对不对 那泽严斯基听也听 不听也听吧 对不对 你只要你拜登跟普京谈妥了 不管你们俩谈成什么样 泽严斯基 那不就最后 就只是通知他一下而已吗 他有什么资格说话 对不对 你把这事谈妥了之后 这问题就整个都解决了 对吧 但你 而且只要欧洲不打仗的话 这通口膨胀马上就能够得到很大很大的环节 这就是伏击仇亲的 先结束这场战争 怎么结束 和谈吗 对不对 这个基金阁不能跟你谈了吗 教皇部也这意思吗 对大家不都这意思吗 那你现在愿意吗 你不愿意 当然呢 我也承认 就是说你现在不谈的话 美国的很多的军工企业 军工企业 这个股票都上涨了 证的真的是盆满钵满 对不对 当然只有波音有问题 那你说金工企业都上涨了 波音怎么没有 波音这次是中国 中国一个超级无敌大订单 直接就给空客了 没有给波音 而且以前中国搞这种订单的话 多多少少怎么说呢 就是说大家分一分 不会都给空客 也会给波音一些 大家分一分 这次是不要说空客吃肉 波音喝汤 连汤都没有 你知道吗 闻都不让你闻一下 对不对 边待着去 一边看着去 对不对 那你说那波音能不受影响 那肯定受影响 这个受影响也是你拜登搞的 对不对 波音也说了说你这个就是地缘政治导致的 我们经济上受到巨大的损失和伤害 所以 对 反正在这种战争打下去 当然有很多人说 说美国做成愚翁之力 没错 美国有 只是说一部分 但是你说军工企业和这些能源的这些企业 就能代表整个美国吗 不好说的 美国老百姓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鲍威尔直播说 美国老百姓可能会感到非常的痛苦 对不对 最后受到煎熬和痛苦的不是美国老百姓吗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 川普就是说是美国优先 川普的美国优先是美国人民优先 但拜登的美国优先 他们说拜登搞的也是美国 拜登的美国优先是美国军工企业优先 美国的能源公司优先 所以 我觉得 当然了 当然了 我也得承认 如果 美国和伊核协议能够谈成的话 如果能够 假如这个月底签 这个月底签 估计也要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双方开始做准备 然后差不多可能到10月 11月 伊朗的原油可能就能够陆陆续续的就顶上来 就出来了 拜登 他将在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 释放了联系释放6个月 差不多到10月份的时候就结束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等他10月份的时候 他的战略石油储备扔的差不多了 然后伊朗就开始上来往外扔石油 这样整个石油的价格 就是说即使是不跌的话 估计也能够就是说不涨了 维持在目前这个阶段就可以接受 你包括7月份的通货膨胀这个速度上不去 实际上也是汽油的价格跌了一些 让他能够稍微的好 就反正涨的不那么快了 让他感觉好了很多 能松一口气 反正跟一两千这个东西 我觉得最后算是饮阵止渴 但是阵的毒性是在后面 毒性可能要过半年一年才能看出来 但是暂时目前来讲 肯定还是也渴 你现在渴吧 对不对 一瓶滴滴味喝下去 反正最少先不渴了 对不对 至于后面这事 后面再说 对吧 拜登也不考虑还有两年搞不好 自己就下台了 对不对 哪管我下台之后 红一滔天 对不对 所以目前这么个情况 所以总体上来说 我觉得短期内 我觉得我还是看好的 伊朗一盒协议 只要伊核潜意签了之后 哪怕伊朗还没有外征石油 石油期货的价格 也会多多少少有所下跌和回碳 这都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能维持多久 不好说 我觉得迅速的普京就会跟伊朗去谈 甚至我觉得有可能 就是说伊朗现在跟美国谈的伊核协议 在没有签字之前 伊朗可能就通过某种渠道 就跟普京看了 就跟普京去做了协商 就说普京 你不要以为普京没有上谈判 如果普京就完全不知道 我觉得伊朗有可能跟普京谈过这个事 在签协议之前就跟普京谈了 你明白吗 就好像泽连斯基在跟普京和谈 他们派了代表去跟俄罗斯和谈的话 那个和谈的结果一定会向美方通报的 伊朗跟美国谈了伊核协议的谈的结果 和大概进程 我相信也会跟普京去通报的 所以都不需要等签了之后再谈 实际上现在伊朗跟俄罗斯 我相信就已经在谈了 就已经达成了某一种共识 中国也会我觉得牵涉其中 中国跟伊朗也是千丝万缕的关系 也会牵涉其中 然后再加上沙特 沙特也挺着急的 要见老习 要见习近平 实际上也就这点事 也就这么个意思 但是不管怎么着 我也承认 最起码头三个月伊朗会给利益一点 会扔一些 当然伊朗 别打我脸 伊朗到时候等于和谐一千万之后 头一个月就不给利益 也有可能 就看普京的面子了 你知道吗 因为在伊朗那来讲 普京的面子是很大的 拜登没什么面子 拜登真的 拜登没有面子 你知道吗 从来都没打算给拜登面子 你知道吗 在中东来讲 现在没有人把拜登当回事 你看那沙特呢 三十几岁的小王储 都没把拜登当个人看 剩下的就更别提了 你知道吗 所以呢 对 如果伊朗就是说 千万和谐一周 头三个月都不给利的话 那这问题就困难了 但是我乐观一点吧 我乐观一点 我觉得和谐一千万之后 伊朗的头三个月 还是给利益一点 意思意思 因为还需要美国 就是说减少制裁 解冻他的一些资金什么的 对不对 所以前面呢 可能还会表现的稍微好一点 但三个月之后呢 就不好说了 所以呢 然后美联储呢 我觉得这个 这个手里的枪也没剩多少 所以我的观点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嗯 鲍威尔的这个讲话呢 我觉得重规重矩 嗯 是一个呢 非常好的一个技术官僚 就是说他应该说的 也是他应该做的 嗯 但是呢 他的能力有限 他手里的子弹没有多少 只要能干的事呢 也不多 而且呢 就目前来讲 就这样子 我觉得他现在也是非常非常的在珍惜他自己手里的子弹啊 所以最后的结果 我觉得 我还是维持我原先的这种估计和预期 我觉得没有任何的这种改变 我到现在来讲呢 不是很看好啊 但短期内 我知道我说啊 短期内我比较看好 有可能 一核前进抢完之后 10 10月 11月 12月 最后年底的这三个月呢 一两能够的就是大量的往外扔 扔个 嗯 3000万桶 我觉得如果能扔个3000万桶这个 呃原油的话呢 肯定就是说在年底之前会解这个人为之急 呃 拜登当然我想他现在非常着急 他是希望在中期选举之前就能把这一核学计签了 然后呢 一两能有所作为 然后这个呢 也算是呢他的一个政绩啊 就是说你看这个川普啊 把这一核学计撕回来 然后我又把他拯救回来了 对不对 呃 对 嘿 然后可能白左会买张 我觉得共和党那边要骂街的 不但是也无所谓了 拜登现在也也已经美国现在思念到这种程度 已经互相没法接受没法理解了 对不对 我觉得共和党其实对这个一核协议都不是很感冒 主要就是民主党 好吧 那反正咱们拭目以待好不好 看看吧 看看 看看一两头三个月给力不给力 如果头三个月都不给力的话 拜登就太难看他们看了 真的 去了沙特啊 跟人搞了半天 然后马鸡马鸡了半天 最后一天就给你加了这个十万桶 对不对 就已经够难看了 如果最后伊朗再把他就骗了 不是 骗他是肯定的 这没有问题 他就是个二傻 他去伊朗就是被骗去的 这个是一点命都没有 从他去之前我们就知道 伊朗也知道 拜登其实也明白 只不过就是骗他骗的多狠 能不能最后给他留点面子 如果最后一点面子都不给 就是说那骗的一个结结实实 明明白白的 真想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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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